安省單日新冠確診個案連續三日程上升趨勢 而深切治療病房的人數就繼續下降 何家碧報導 安省今日單日新增2561宗確診個案 在連續第三日上升 住院患者661人 深切治療部的患者就進一步降至165人 同時新增10宗死亡個案 面對解除強制口罩令 多倫多大學的專家和醫療界 引述美國疾控預防中心去年12月發布的數據指出 如果戴口罩的人數增加15% 就可以避免封鎖及減輕經濟損失 因此專家一致認為 雖然是否戴口罩仍然存在爭議 不過相信在疫情持續下 繼續選擇在高風險的場合戴口罩是明智的做法 而對於口罩N95被形容為是防止感染病毒的首選 而在天氣好或感染風險低的情況下 普通外科口罩能夠提供保護 另外由於疫情導致人手短缺 高火車在1月的時候大幅縮減服務規模 不過今天就宣布 由4月開始 週末和夜晚的Lightshore東西線路 將會回復每30分鐘一班火車的服務時間 通過 例子 7月之間 6月之間 7月之間 出現